蔡英文君 詞曲 杨istance 、清光 詞曲 、清光 詞曲 、清光 詞曲 、清光 好 謝謝大家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剛剛就像Andrea有說的 我是在這裡的法律所工作 那我在去年8月以前都不在台灣 就是我大概出國了十年 那在出國之前事實上 我是在自由軟體主導廠工作 然後也曾經協助一些CC早期成立之前的 CC台灣早期在正式成立之前的籌備 然後包括第一個版本的翻譯等等 那我出國後來主要念的是 以美國的助手權法為主 但是我做了一些東西比較是 跟所有學研究相關的東西 或者說方法上會有一些雷同 那我看維基百科跟維基百科社群 它事實上是我看的一個案例 那它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社群 所以我或許就用這個社群 當作一個例子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過去的一些觀察 那事實上一個維護自主的 知識社群的自由或者自治 它需要的不只是助國權嘛 所以這裡面會攝取到一些 其他的法律的內容 那至於可以怎麼樣跟國內的狀況延伸 然後國內社群跟國內的基金會怎麼樣延伸 那請大家自由發揮 這個就不在我今天報告的範圍之內 好那我現在先跟大家做一些問題的介紹 就是說維基百科通常會做一個人口調查 就是說在場有編輯過維基百科的可不可以舉下手 好那在場有編輯跟並且在維基上面跟人家吵架了可不可以 好那在場有admin以上的權限的人有沒有 admin曾經有可以可以可以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過就可以 好那有參加過local的本地的社群活動 請舉一下手 那有參加過本地社群的那個分會 本地的分會舉辦的活動 OK所以有人有參加過本地的活動 但是不是分會所主辦的活動嘛對不對 OK好那有跟其他的社群 就是台灣以外的社群互動過的請舉手 好然後有在就是不管就算你不是有admin資格 你有可能曾經投票過嘛就是不管是議題上的投票 或者是說選舉那個現在的維基媒體經濟會理事 有投票過的 OK好那OK那接下來我就開始介紹維基百科 它是2001年成立的嘛 那現在目前大概有280個語言的版本 那英文的維基百科接近有500萬個詞條 中文的維基百科也有80多萬個詞條 那它是全世界大概第五個最常備 就是最最 popular的網站 那這個也是前面幾名唯一的非營利組織所經營的網站 那任何人都可以編輯 然後它的網站內容是自由授權 那這個這個社群呢 它它雖然是一個比較分散式的組織 但是它不是一個非無政府組織的方式 它事實上是按照你做了多少事 就是很多情況之下是根據你的Marie 就是說你做了在這個社群裡面有什麼貢獻 你可能在之後就會被承認說 你確實是對這個社群有貢獻 那你確實是瞭解這個社群 那我們在今天有一些重要位置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希望可以仰賴你 或者說你可以自己出來參與一些選舉 或者說request for admin 就是你可以說我今天想要當admin 那大家就會來檢視你自己人做過什麼事情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user right 就是權限的這些user class 然後最低層級的就是管理人就是admin 然後在上面有bureaucrat oversight check user store 那這些東西不是今天本身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社群的治理裡面有很多種東西 那有很大一塊是社群內部自我的治理 就是說這個管理人他會跳出來說你這裡不行 或者是說你不能這樣子 那有可能是內容上編輯上內容的一些policy 有可能是一些互動上的policy 就是說你這樣不文明啊 你怎麼可以出去罵人啊等等 好他就是uncivil 好那我今天要講主要是這一塊的治理 就是說維基媒體基金會成立之後 跟社群的一些互動 那社群事實上如果2001年社群就開始 就這個計劃就開始 那所以社群理論上也是那時候就存在 那維基媒體基金會事實上2003年才成立 那為什麼社群需要一個基金會 他進來之後做的是什麼 那他進來之後就是說 這當時社群期待有這樣一個基金會 可是這個基金會進來之後有發揮到它的功能 或者說我們當時希望一個 一個這樣子一個建制化組織存在在我們社群裡面 他後來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是社群認為 我們其實不希望有這樣的老闆啊 或者說事實上我們就是希望你 你參與我們的活動而不是你是我們的頭啊 那就是說社群他要維持一個獨立自主心 他跟這個基金會之間的一些互動 好那所以稍微講一下就是在 維基媒體基金會成立之前的一些狀況 就是說大家有聽過Newpedia舉手 好就是這個事實在Wikimedia的一個前身 那他也是同一個人創立的就是Jimmy Wells 那他那時候有個公司叫Bomis 你知道Bomis是做什麼的嗎 是一個社群網站 那他就是他當時在這個公司 他成立這個公司就要賺了一點錢 他想要做一些就是百科全書 那他事實上也當時是有想要 就是未來或許是有可能盈利的 那時候他有Hire一個人叫做Larry Sinner 那他是一個學哲學的 然後他是全職的員工 他是當時所謂Newpedia的主編 好那這張圖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裡面有可以 就是說他他事實上很早就死掉了 2003年 那他在第一年的時候 他他比較是雖然他是自由的內容 就是說那個內容他是自由分享 但是他不是一個Wiki 那時候Wiki並不是非常普遍的一個概念 那他是還是傳統上的 認為是專家撰寫專家Review 就是Peer Review的同材審查的一些東西 那雖然他進來的一些審 怎麼樣叫同材 或許跟學界的那種同材不太一樣 那他有一個很嚴格的那個七個步驟 什麼樣的東西才可以留下來 所以他第一年產出實質上非常少 只有21篇文章 那因為這個東西一直停滯嘛 所以後來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聽說一個東西叫Wiki 那我們就把Wiki丟進來 來產作為一個產生期 就文字就是促進文字大量生產的一個機制 他還是一個自由的內容 然後這個是讓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 那他本來是希望說 這個東西產生出來的東西呢 可以餵回來給這個Newpedia 但後來這個Wiki百科第一年之後 就顯然就勝出嘛 那所以事實上在2003年 Newpedia只有24篇文章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server就掛點 然後也沒有想要去把它救回來 所以Newpedia就這樣結束 所以後來就是WikiPedia的時代這樣 那維基百科就來看 就是說Newpedia它事實上是.com嘛 那現在的WikiPedia是什麼 是.org 那事實上他們也有.com的這個 對這個 這叫什麼 就是URL 但是就是說當時維基百科 到底要不要拿來賺錢這件事情 或者說要不要收廣告 這件事情是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知道就說像Yahoo啊 或是像這些Google 他們很希望網站上有很多很多的流量嘛 因為流量就會帶來其他的收益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不做廣告的話 你那個流量就是賠錢嘛 所以當時事實上在維基百科 由BOMIS去支持他 那他們事實上是有想過要收廣告的 要靠廣告收益來維持維基百科的 那後來呢2002年就出現了一個這個東西 它是西班牙文的社群就跳出去 他們就說我們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good luck with you wikipedia 這是他們那個跟他們再見分手的那個信 就是說我們不要一個付費的 那這裡面除了就是付費這件事 才有一些就是說社群跟BOMIS 或者說Sanarin或者是Jimmy Wells事件 本來就有一些組織上的衝突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下一張圖 就是說後面這個是 這個西班牙文的這個百科 都還一直存在 那上面這個是西班牙文的維基百科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一段期間內 它是有效的讓西班牙文的維基百科停滯 那其他的像英文的維基百科 現在那個時候就大速快速的成長 所以確實是對這個維基社群的發展 是一個很顯著的事件 好那後來因為這個 好那你不收錢嘛 不收錢你要怎麼辦 這個網站就是維基要運作嘛 那後來他們就想說好那我們就 就是這個東西是當時一直有討論 就是我們來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 那這個非營利組織來做一些募款啦 一些支持 行政上的支持的工作 那這個事件等於就是說加速了這個 媒體基金會的進行 所以他就在2003年的6月成立 那他成立的時候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便宜型 是因為Jimmy Walsh那時候就在佛里達嘛 所以這個組織就成立在佛里達 那事實上佛里達那個城市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以一個組織要跟其他人互動來說 他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那他後來在2008年就搬到現在的九金山 一直都還在九金山 那2003年他整個成立基金會的時候 他就把就是BOMIS跟維基有關的這些財產 就不管是server或者是網站 就是他事實上那時候是有copyright 他就是把整個他有那個內容或者是 就是跟BOMIS有關的copyright 跟網站的軟體有關的copyright 全部都轉給維基媒體基金會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事實上是就是致工 那後來2005年他有兩個人 現在還有200多個人 事實上是快要300個 那他的一個組織就是 他有一個主要的決策單位是理事會 他有十位理事 那有五位是理事會去選的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樣的專長 那可能我們需要發生什麼樣的策略 那我們去找特定的人 那有另外五位是由社群選出來的 那有兩位是由chapter就是各地的分會去選的 那有另外三位是等於是社群的普選的 那他做的一些事情呢就剛剛講的 就是說他是一個 就是說大家今天不認識社群 不知道社群是什麼 那如果今天看到一個狀況 我們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維基百科會這樣呢 這樣子是不是有問題 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有一些內容比較上有爭議 那有些人不知道去跟社群complain 他們可能就會跑去跟維基媒體經營會complain 因為這是他們認識的一種組織形式 那另外就是說那我今天要捐錢 我捐錢捐給社群 是社群是誰 那怎麼樣這個錢是怎麼樣去運作的 那或者是說在捐錢的時候有人會希望說 那我可以有什麼免稅證明嗎 那這個東西社群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跟剛剛提到就是說 西班牙文的那個fork 事實上是促使維基媒體經營會成立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就是說他作為一個組織呢 他在法律上有採取一些策略 使得這個策略能產生了一個更能夠促進自由文化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策略等一下會討論 那第三個就是說他作為一個 就是說他事實上因為錢都在他那邊嘛 那他組織化也越來越有規模 越來越專業化 所以他事實上做了很多運動的一個leadership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他是不是適合做一個leadership 什麼情況之下他做那個leadership 他會說他怎麼樣去leadership也不是他做決定 他怎麼樣去做一些溝通和協調 這個是很重要的幾個問題 那所以接下來我就會先討論就是說第二點 然後跟第三點因為第一點比較單純 那我會最後一個部分我會去討論就是說 那之間就是社群跟基金會發生過什麼衝突 好那第一個就是說維基媒體基金會 他作為一個制度性的一個環衝區 就是說他他是維基媒體基金會 你可以想像說他要run這個網站 那網站上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丟東西上去的話 是很有可能就會有很多違反中國權的情況 比如說我今天就看了一個圖 我就把它丟到wikimedia comments 那comments是那個維基百科之外的一個姐妹計畫 就是說他上面有很多多媒體的影響或者是影響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copyright violation的話怎麼辦 就是說可能就會引起別人跑來去質疑 然後去或者去告那要告誰 就是他可能就是告整個社群嗎 或是他可能覺得那個社群到底是誰 他可能用IP去編輯 因為他不要求說你要註冊 那你即使註冊你那個 他也不要求你要有一個email 所以他要怎麼樣知道你是誰 所以他就覺得那要去告一個基金會 所以那個基金會要怎麼樣去確保 就是說他不會常常受到這種外力的影響呢 就是說其實美國法有一些 對於這種網站上的一個service的提供者 有一些破免權的一個設置 比如說像DMC 就是有點像YouTube 他之所以可以運作得很好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人丟了一個違反中國權網的音樂影片上去 那你可以去告 你可以直接告YouTube嗎 事實上是不行的 因為他現在就是DMC 就是這個美國的諸位權法 他有一個安全港的這個條款 那這個安全港的條款就是說 只要這樣的網站管理員 管理者他有一個process 就是說我 你來告訴我 我就把它拿掉啦 那你就不能告我 所以這個就是諸位權違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說我今天就去寫一個網 去寫一個東西 我就寫說某某人怎麼樣 某政治人物怎麼樣 那即使我今天寫的內容是有評有據 或者我去site某一個報紙 那這個或者說我今天是媒體媒劇 那這個被寫的人可能都會不高興 他可能就會覺得你誹謗啊你等等啊 然後他來告你對不對 所以他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豁免權的機制就是說 我們要維護這樣子的一些 我們要促進這樣子的一個 Internet的產業 事實上對於這些 Service Provider來說 這樣的豁免權是很重要 所以類似DMCA 就是說他有一個CDA 就是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就是說如果我有一個 我今天同樣有一套這樣的制度 讓你來complaint 我就把東西拿掉 那事實上這個網站他就是有豁免權的 所以呢維基媒體經會 他就很嚴格的執行 就是說他不要做任何內容 事實上編輯這件事情 以確保他基金會有這樣的一個豁免的地位 OK所以他就撐出了一個某種 就是說在這個情況 在我這個社群來當 我當這個社群的一個緩衝區嘛 那在這個緩衝的那個期間 社群內部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社群內部可以去做edit的決策 但是我不做 我不做之後 這個社群就因為 我這個service provider 有這樣的豁免權 而不會直接受到外力的衝擊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還是有可能 外面的人還是可能有 直接找到社群的一個情況 譬如說我今天 某一個人的編... 你們有編輯過的人應該知道 就說那個edit history嘛 就是你看那個網站出的內容 你看得到是誰編輯 那誰編輯的時候 他會寫出time mark 然後他會寫說username或者是ip address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 就是想要告你的人 他可能就會跑上去 然後去看就是說 這一排的人我都要告 那這一排的人我都要告的話 ip address比較容易對不對 因為我可能就知道 是哪一個isp 或是找isp 那如果是username的話 他事實上 這個username在危機媒體基因 他是當作一個private information 那所以他不會隨便給人 所以他就要... 你就要... 除非是很確切的情況 否則他不太會 把那個user的這個 註冊帳號的ip 位置告訴你 所以他有一些這樣的狀況 去確保說 這個論壇呢 大家是可以自由的互相討論 而不用太擔心外界 怎麼樣去想 你編出來講什麼樣的東西 那因為有這樣的制度的選擇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 就是如果今天還是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有可能會被告 那被告如果說 你那個當地的法律 沒有這樣的保護 我們剛剛談的是美國的啊 那如果當地的法律 沒有這樣的保護 那是不是你還是可能會被告 那個當地的法律 還是可能會把你... 就是... 還是可能會繼續進行的案子 所以他們有一個 Foreign Shopping 就是說選擇權管下的 策略性的選擇 然後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地方 他們就不去 就是說基本上呢 就是要求實名制的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說很嚴重 有實名制的國家 原則上 他們不可能會把server 放在那邊 那或者說有... 有... 有... 在這個... 就是... 剛剛那個Defamation 之前... 或者是Copyright這些東西 之前他們在討論 危機社群的發展的時候 曾經想過去其他國家設置辦公室 那包括巴西或印度 事實上也是因為類似的問題 他們覺得這個法律的問題太複雜了 我們要... 就是確保我們這個法律的足跡非常的小 所以我們只會被特定的法院管轄到 所以這是一個管轄選擇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他是一個... 社群的一個... 運動的... 有點像是leader 或者是一個協調者的角色嘛 那他會去做... 跟外面的一些組織 做一些協調跟合作 那譬如說 大家知道危機百科是... 或者是危機... 危機上面的內容是什麼授權嗎? CC什麼? CC by essay跟什麼? 曾經是跟GFDL 對! 曾經是跟GFDL 現在也就是雙重授權 就是說 早期... 因為2001年成立的時候 有CC嗎? 沒有! CC是2002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那個 license 就是GFDL 那後來發現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GFDL他是針對這個文字嘛 針對一個 manual 所以他可以要求就是說 還有那個前沿有很詳細的內容 可是如果今天我只是要 印一個圖片出來 放在我的馬克杯上 那我要把一串 license都弄上去嗎? 不可能嘛 所以就是對他們來說 這個GFDL有一點不適用 不合用 那不合用的情況之下 他們要選擇一個新的 license 當時CC開始發展起來之後 還很...就算還蠻快的 就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還算好用 那有一些 license他們覺得是 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說像Buy跟BuySA 那像non-commercial對他們來說就不能接受 好那這個時候他們就要去做一個 license 轉移的動作 就是從一個 license 轉到另外一個 license 動作 可是維基百科上面 如果你編輯Copyright是誰的 有人知道嗎? 是維基百科 是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嗎? 不是嗎?是你自己的嗎? 所以就表示這上面這一堆人都要同意說 我可以選 我願意換 那有些人根本就不在編輯 那怎麼辦 所以然後另外就是說 到底CC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因為事實上在CC的發展過程裡面 因為有一些維基百科裡面的人 事實上是在自由的這件事實上是非常堅持 那他們認為CC有時候是會sell out 所以他們不太喜歡 有些人不太喜歡CC 那所以要怎麼樣讓CC成為一個 讓他們認為說 對我們就是會信任你 我們這個組織 你們下一個版本不會比較不自由 所以這個有一些 license 溝通跟討論 當時他們 Wiggy Media Foundation就主導了 跟FSF跟CC的一些互動跟溝通 那最後也順利完成 那還有最近就是說 他們跟 跟美國一些民權組織 就是告NSA去竊聽人 竊聽或者是在網路上的人 他們就是說 這個是違反使用者隱私 那違反使用者隱私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根本的事情 所以他們會跟其他團體做一些合作 那再來就是說 社群的發展 他會去發展一些策略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會去做一些 survey 他們會去了解說 社群是誰 誰編輯 那之前大家可能有聽到很多討論 所以他們會去發展 所以他們會去發展 然後他們會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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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 譬如說像 租國權這件事情 就是SOPA 大家記得 2012年有一天 維基百科 整個 英文維基百科 整個 blackout 就是說 他們那時候是 跟其他一些 NGO 去反對一個 美國的租國權法案 那還有就是說 現在因為大家都用手機了 所以手機的這個 手機的Mobile Site 怎麼樣去發展 然後那個產品 他們產品怎麼樣去發展 還有就是說 有些國家 他可能就是 頻寬很貴 那他 那有些 或者說他們那個手機 不是很高階的手機 那他們可能在使用上 他 這些 通訊業者 他事實上是可以給一個 非常非常基本的 維基百科的版本 所以他就是不收費的 就是說你可以不收費的使用 維基百科 但是可能沒有其他網路的 Service 那他們就去跟這些 這些通行業者去談判 所以就有一些 strategy這樣子 那 再來就是說 他們在社群討論的一些東西 他可能會formalize 就是正式成為 維基媒體基金會的一些 主張原則 然後他們會做一些 理事會的決議 然後會做一些政策討論 那接下來 或許會在這個 衝突的情況之下 來看這些討論會比較清楚 那接下來我會講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會講四個衝突 就 我是到12.24 第一個衝突就是說 使用者的privacy這件事情 那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使用者的privacy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2008年的時候 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 這個公司叫做 一個video professor 那他就是被 被指 就是他在 他有一個消費者報導上面 去質疑他的這個 商業行為 就是說他 他都會跟你說免費 那但是 事實上 他給你一片光碟的時候 他會要你的 信用卡資料 然後他會 很難取消 所以他事實上就是 去騙一些老人家這樣子 那他這樣的一個做法就是 有被質疑 這是有報導裡面質疑的 所以 後來這個東西被寫到 維基百科上 就是跟這個公司 有關的資料的時候 雖然這個東西是有 就是他們認為是有source的 就是符合維基百科的 編輯的要指的 但是呢 他們就是 那個 這個公司還是高興啊 不高興他就要告 這些一連串的 一整串的編輯者 那 他們 有一個編輯者 他是用username 所以他的IP 理論上外人 是不會知道的嘛 那可是 這個 Videoprofessor 這個公司 就給了一個Sabina Sabina就是說 你要提供法院證據 那 維基媒體經驗會呢 就給了 就給了之後呢 他 這個 使用者就跳出來 就說 你怎麼可以 我本來就有一個機會 就是這Sabina 是Sabina 我啊 我啊 那 我有一個機會 就說我不要 不要給他啊 那 問題就是說 這有時候你username 可能連 username register的時候 你可能連 電郵都沒有 那維基媒體經驗會可能聯絡不上你 但是這個時候不是 不這個情況 那 他 維基媒體經驗會 維基媒體經驗會 那時候還討論過 就是說 他也可以就是說 在這個使用者 Discuss頁面去跟你講這件事情 但問題是說 大家知道Discuss頁面跟 正常頁面一樣是公開的 所以他們就認為不適合討論這件事情 總之呢 這個使用者就認為 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好 即使你當時的隱私權政策 沒有這樣要求 說你要 盡可能的通知使用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呢 你也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好 那後來 就是他們就 維基媒體基金會 就update這個 他們使用者 留 每一個使用者經過 經過網站的時候 都留下多少資料 他們就以最少的 為原則 然後另外就是 他們去更改 隱私權政策 去符合這個使用者的期待 就是說那時候 這個使用者認為說 你應該盡可能通知我 這東西是社群可以接受的 那他們就改了這個東西 那 2008年透過一個社群的討論 就改了這個 Privacy Policy 那一直以來 他們都還蠻在 使用者隱私權這件事情 所以 2014年 也就是 就是 電子潛營基金會 他們開始做這個 Who has your back 去評價主要網站的 這個 影視權的 做法的時候 他們就拿到五星 然後電影也拿到五星 好 那再來就是 跟內容的policy 比較有關 就是說 維基百科上面 什麼樣的東西都有啊 那有些人可能 看到一些東西 他會不喜歡啊 那有些東西 不喜歡如果沒有違法 就沒事 他們就基本上就可以 就是說 我搜尋 有一個editorial policy 可是違法的情況 可能就比較嚴重 那像 2010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 呃 有一個情況 就是有人跑去 跟FBI說 維基百科上面有很多 這個 child porn 就是小孩的色情圖片 那這個child porn 在美國是違法的 好 那違法的情況之下 他就是 有可能會被FBI 接入調查 那這個時候 Jimmy Wells 他就跳進來 他就 他就去這個 comments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多媒體的這個 這個地方 他就去delete掉很多很多的 那個圖片 那事實上 他有些東西是 borderline 不見得是有問題的 那事實上 他有 他delete掉那麼多 裡面有50% 然後差不多一半左右 後來是 重新社群覺得 根本沒有問題啊 你自己發瘋這樣子 那後來這個東西就 產生很大的爭議 那大家知道 就說 因為他是Founder 他是維基百科的 所以他事實上 原本有所有的使用權限 那他就在這個事件之後 他就道歉 就說他不要多數的那些權限 就自己放棄掉很多權限這樣子 那 但是這個事情沒有解決 就是說這個問題其實蠻大 那其實除了色情圖片之外 也還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是 回教的那個 穆罕默德的這個 這個卡通 那有很多 就是不同 國家的人 對這個東西有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 他有一個比較大的議題 就是controversial image 那所以 基金會的理事就要求 就說 好那你們 我們來就做了一個 study 就說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辦 那後來 就要求就是說 這個執行長 好去發展 然後去執行一個 個人可以決定 我要什麼 我要看什麼 我不要看什麼一個filter 個人的filter 那 後來就來了一個referendum 就說他不是他決定了就做 他就去來了一個referendum 就是社群來討論 那referendum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重要 有這樣子一個filter 是不是重要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的那個 他的 Average 是6.41 那最重要是10 那不重要是1 那所以他事實上是超過班數 還超過一點嘛 不算太多 但也不算太少 然後 然後你如果去分看不同的project 他會 他會 像這些就是阿拉伯語 印尼 然後 韓國 日本 中國 中文 應該都用語言 就是韓文 日文 中文 然後Farsi 就是波斯文 然後下面是 很多西友就是 瑞典 埃札尼亞 然後 丹麥德國 等等 所以你看社群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然後這個下面是 不是語言的 是這個圖片的 comments 多媒體 好 那可是你在仔細看就是這個 就是剛剛是6.41 嘛 你在仔細看他的分布 你就會發現說 喔 很分歧啊 有些人非常重要 這麼多非常重要 這麼多非常重要 那所以該怎麼辦 就有點那個僵局 好 所以 所以 甚至 德國的維基媒體 維基媒體 的社群 他們認為就是說 那我們就 用腳投票 就跟當年西班牙一樣 我們 西班牙文社群一樣 我們就 我們就出走這樣 然後那時候 事情好像還飛到 飛到德國去跟他們討論 那後來在12年 2012年的時候 理事會就決定說 好 那這個東西實在是太 對於社群來說 會導致社群的分裂 或者說實在是問題太大 那我們就 不要 要求伊迪去做這些 所以他們就退讓 退回這個 之前的要求 那再來的 這個問題還蠻大 其實事實上 我報名的時候 我只是說 我不想要講這個 但是後來又有 再update一些資訊 因為這個 有一部分是我之前做過研究 再update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實在太重要 我還是講好 那你們有看過這個banner吧 中文的 有捐過錢舉手 好 那 那你們有關心過 你們錢是怎麼被用的嗎 不見得是捐給維基美基金會 你們捐給其他的社群 捐給 嗯 紀文化基金會 那時候你們有關心過 這個錢是怎麼被用的嗎 或者說他們怎麼樣回頭 告訴你說 我們真的是有好好用這些錢喔 好 那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fundraising這件事情 就募款 它其實 一開始是bomis嘛 對不對 那後來 2003年成立基金會之後 有個server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開始fundraising 那一開始 第二三 一二三年 募的錢都很少 那從006年開始 你看那個數字跳 這個單位是美金喔 就是百萬元美金 所以從 100萬 200萬 400萬 800萬這樣往上跳 那而且事實上他們的募款非常的成功 就是說這些都是有達標 每一年都有達標 那甚至是在這一年 應該是在這一年吧 就九天就達標了 2011年的時候九天就達標 2400萬美金 那在2000 這個數字其實我覺得有點蠻有趣的 就是我也不確定為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說 一般來說 它都是 就是有一個募款期間 就是年底 那通常三四十天不一定 那有些就是很快要達標 那像這個2013年那個數字比較長 是因為他們 他們一直有不斷的在實驗說 什麼樣的募款比較有效果 所以那一年的那個募款是整年度的 所以或許不能這樣子比較 那你可以看就是說 它這個錢主要是捐給基金會嘛 但是在09年開始 有社群就是分會 以分會的方式去協助Foundraising 好 那這個Foundraising 就是去協助 就是說你這個分會 因為分會是各地正式成立的組織 所以你當然可以按照各地的 非營利組織方式去做募款 可是呢如果你是在這個年底的這個募款 campaign的這個過程裡面 去幫助維基媒體基金會去募到的款項 那這個時候會用這個central banner嘛 就是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人上維基百科 然後看到這個banner他去捐錢 他以為他可能以為他是捐給維基媒體基金會 事實上他可能這個錢是要透過社群的分會 應該是說我不要講社群的分會 就是分會 因為社群跟分會也不見得同一件事情嘛 那可能是透過分會 然後流到基金會 那留多少 那留下來的 留在分會的錢是怎麼被用的 所以這邊在09年 10年這個時候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在10年的時候 基金會就覺得說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就是各個社群怎麼樣 有些社群事實上 對不起各個分會是怎麼樣 有些分會事實上很小 那有些他一下子拿到這麼多錢 事實上是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可能組織上還沒有建立啊等等 那他要怎麼樣去告訴捐錢的社群說 我們真的可以負責 就是說我們這個錢真的會好好用 那因為這個都是透過媒體基金會名義 然後以這個就是等於有點像是說 你經過我家空地的時候看到一個這麼大的廣告 所以你捐錢給我 好那這個時候是我家空地啊 或是不是空地好了 你來用我家的設施讓你捐錢給我 好那這個時候你是要捐錢給我啊 那如果今天錢是別人收 那我今天要對我的這些doner去負責的話怎麼辦 那所以2011年的時候 理事會就發了一封信就說 那我們應該要要求有一些標準吧 就是說這個分會要做一些募款 他需要一些標準 那12年的時候他就決定說 只有四個分會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協助在這個年度的募款的時候 募到的款項大概有50% 是可以留在那個分會的 好那所以就是說 大家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分會 就分會他是以地域性的 那他是實際上有立案的嘛 那目前大概是有41個分會 是被危機媒體經濟會承認的 然後有大有小有大的很大 大的像危機媒體 德國的那個危機媒體協會 他2004年就成立了 那他現在大概有70個人 然後他的就是會員大概有2萬人 然後他的那個像我們 如果你們知道那個Wikidata這個project的話 事實上是他們執行的 不是危機媒體經濟會執行的 好那那這個分會有大有小 大的分會可能就會覺得 我們就是有能力執行啊 我們就是會好好的負責啊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要當我們老闆呢 所以後來就出現了這個 一個想法 就是說那我們分會之間來 成立一個協會 分會在上面的協會 然後我們有點像是 再去跟基金會去競爭 這樣一個運動的 一個關係 那可是 事實上因為 危機媒體協會他成立了一陣子 所以他那時候很多東西 都比較組織化 那分會有些狀況真的是 離離老老 那在這個proposal當時成立的時候 這個提出的時候 有一些主要的成員 事實上是有一些scandal 然後甚至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project是 有一個想法是要付給 那個全職的員工很大一匹薪水 所以大家就覺得 那我們幹嘛 一頭牛要殺兩次 就社群可能就覺得 不需要啊 那我們就一個基金會做就好 那所以這個WCA這個東西就fail 那後來 但是這也不是 純粹是因為社群不competent 或是分會不competent的問題 而是 就是說 基金會他們也內部也做了一些 動作是讓大家就說 那我們這個東西真的不是我們錢自己分分 那我們就把錢分成三種 一種是 我們運作需要的錢 那我們就是有一些 就是公司他們都會有一些reserve 預備金 另外就是說其他的錢呢 我們就通通拿來 花在運動所需上 那什麼叫運動所需 我們就有一個 這個committee來做這個決定 那這個committee是 義工性質 那一開始是理事會去指派的人 後來就是 有一半人 就跟理事會一樣 他有一半人是由社群選出來 那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 可以去告狀的 nobs本這樣 好 那最後一個 好 最後一個東西就是 media viewer 就是說事實上 這個東西是比較技術 就是說 有一些新的技術 以前你看那個 comments的時候 你可能看一張照片 那現在你去看 comments照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可以變成全螢幕 那東西叫做media viewer 那個東西 一開始要執行的時候 事實上 技術有點不成熟 但是 Wikimedia Foundation 他們覺得 就說已經可以要用了 好 那用用了之後 他就執行 那community就 反對 那反對之後 就有人就說 這個東西可以 這個code可以把Disable 另外一個人就把Disable 然後這個 維靜品基金會的 一個 Deputy Director 副執行長 他就把那個人的revert revert之後還說 threat 就是說 我要把你beceived up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就有人去 社群內部的這個 爭議解決機制 就只有 Application Committee去告狀 好 那後來 Foundation沒有結束 他就還加了一個 Super Protect的 的一個權限 就是說 他呢 不限的是每個員工 但是有員工可以去 去讓一些頁面是 使用者沒有辦法去 admin就是管理員都沒有辦法去改的 那 這件事也很有趣 是說 通常你內部討論 就內部討論 然後去內部的去反應 但是他們有一封信 是發到Change.org上面 就是外部 跑到外面 Change.org是大家常常在上面看到一些 就是 有一些議題啊 就是說 我們希望找人來連署 他就跑到外面去 要了一個連署 弄了一個連署信 叫大家去外面連署 那後來就是 他們的執行長就 就說 我們確實在 控制網站上的技術 我們需要有一些權限啊 比較大的權限 那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Super Protect 這東西事實上是真的 好像 讓大家有不好的觀感 那我們就不要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就透過一些 協調等等 然後去 來做 讓大家覺得說 他們還是有誠意 跟大家討論 這個東西不是 他們是老闆這樣子 好那最後 大概看一下兩個圖 最後我只有一分鐘 就兩個圖 一個圖就是 大家還是覺得說 維基媒體經驗會 媒體經驗會 是運動的部分 那可是就是說 也還是有很多人認為 就是說 他們不知道 就是說他們到底 能不能讓這個 維基媒體經驗會 真的是為社群服務的 就是 他們就是走向正確方向 那最後有一些 observation 我就 我就先 跳過好 是不是也沒有問題 問題的時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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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的話 可以 有問題的話可以先這樣 不然我就 把這張講完 請問各位有問題嗎 對於順領剛才 簡報的內容 好 沒有那你就 好那我就先講 就是說 它基本上 這個社群它大部分還是 整個目標啊 原則還是由社群去定義的 那維基媒體經驗會 它 也還蠻能夠讓社群 信服的 大致上來說 但是它作為一個社群代言者 或者說它去代表社群 它這個角色 事實上是可以被質疑的 那譬如說透過這些 剛剛有一些爭議 就實際上有爭議的那個過程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說 在實際上理事會啊 還有這些FDC裡面 確實是也有那個 社群參與的空間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說 社群有一些機制 內部的機制 就是像OPCON它可能會 你可能去那邊開個案子 用來當作一個 施壓的方式 那另外還有就是 剛剛講到 用腳投票 這事實上在社群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說 這個用腳投票 這件事情 除了2006年 真正發生過之後 也沒有再發生過 就是說有 但就是說 這麼大的一個project 你有可能真的去fork嗎 所以這個fork 到底是一個 真正的可能性呢 還是只是一個很大聲的去說 我不同意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就是說 就是什麼時候 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投票嘛 那什麼時候 一個concensus 真的是concensus 所以就需要一些 對社群文化敏感度 才能夠了解 那就是社群跟基金會之間 還有包括分會之間 他們怎麼樣去合作 跟這個權力的這個分配 或者說賦予的這個過程 事實上還是一個非常流動 然後 非常 非常 有 各種各樣可能性的 那事實上是需要 不同的 actor都非常知道自己的角色 不同 然後能夠很好去互動 才能夠run出來 好那大家就 分享到這裡 有一個問題耶 有時間嗎 還是說我們就私下討論 不然 要不然你繼續 就一個問題好不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就你觀察 在維基的國際的設計 亞洲的聲音上面 因為我國際的觀察 是印度的聲音比較大 就是可能南亞 也可能跟之前就是 維基金會在印度的社會公司 那在日本甚至是他們的分會 那明明他是一個很大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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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當年 2010年曾經有過那個很大的討論 那另外就是說 語言或許是一個 就是說 印度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小的語言 但是他們都還是可以有英文溝通 那很多 policy的討論 事實上是以英文進行的 好那那有一些 就是說如果你們對這樣的 不管是做這樣的研究 或者說對這樣的治理的方式有興趣的話 他們有很多東西都是在 呃 嗯 就是Global的或者有一個叫Foundation L啊 就是Mail List等等 他或者說在社群上面一些網站 Meta上面一些網站去做討論 那很多討論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英文不夠好 真的你就會是在那個資訊的末端 那那個如果英文在很多人英文不夠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那個翻譯的組織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說剛剛那個呃 日文的那個部分事實上有些東西是要看社群的屁 或是習性 就說因為日文的狀況有一個還蠻特殊的情況 就是說呃 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尊重使用者的隱私權 所以你可以不用真名嗎 你可以用Username 你可以用IP 那以日文的狀況來說 他們是很不喜歡用真名的 那你很不喜歡用真名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怎麼樣做面對面實體的社群的討論 就很難 所以這個東西會跟社群的文化也會有關 嘿 然後呃 可以做什麼 就我剛剛那個翻譯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會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點 那事實上我2012年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台灣一個社群的東劇 那我那時候就 就是我的 我發現就是說 那時候有一個分組討論的狀況 就是分組 呃 正式會議 然後有三個主題 然後那個三個主題 分組討論說可以怎麼做 台灣可以怎麼做 那我一個想法是說 那事實上也很苦 因為不太參加台灣就是中文的社群 所以那時候我突然就覺得說 欸 其實這些都不是英文的社群都討論過了嗎 就是說會有一個這樣諮詢落差的情況 那怎麼樣去彌補那個落差 嘿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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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